中文字幕 解析 解析 刘啟 解析 解析 还不断禁止 芽芽已经死了 爸爸 我在现实里 不 你没有资格定义 什么叫现实 芽芽一定会好好地活下去 數字新聞其實在這幾年元宇宙的出現 已經有很多大家討論的一件事 數字新聞其實是好像當我們小時候 秦始皇想自己能夠長生不老 這個好像是一個其中一個方法 在科學上高可以達到的 你問我我怎樣看 其實我和電影上高的感覺是一樣 因為我自己在《道德上高》是有抗議的 但是它始終都會成為一個 一個大家未來對生命的趨勞 多一點了解或者什麼 但是我其實在這一部戲裏面 到最後我們用一個什麼的態度 為什麼我會放棄我的女兒的數字生命 然後去為地球人類付出呢 其實我自己如果大家有細心去看的 我衝進去裡面 我去碰到那個女兒的時候 我會感覺到 所以生命裡面是沒有溫度的 所以在那時候我覺得 我們需要為了溫度的心力付出 所以正正就是我自己對上生命的心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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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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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ith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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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又很達到那樣 《流行地球》是一個這麼科技的電影 在這部電影底下 能夠有一首這麼生活的歌 我覺得是很適合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有一個門檻 需要有一個比較對科學有認識 有體驗才會看到這部歌 所以它會唱出一首很生活的歌 我希望大家在很冷的方向找到一些溫度 我真的找到當日和黑歌的感覺 因為它不是唱歌 它真的在講述一個故事 一個自己親身的感覺 而我這首歌很清楚的就是 真的不經與劉德華的對話 你會很清楚看到 我仍然有唱歌的那個世界 它真的像說話 我也希望我有這個感覺 不過我如果有機會 可以跟它一起合 因為在那段時間 歌曲又沒有寫好 又沒有訂好 中間有一段時間 我們做宣傳的時候 都是在一起 大家都有討論過這首歌 但是終於都沒有時間 我都希望在那個時間 跟它一起錄 但是導演也都沒有過到那個歌詞 所以最後我們都是分開了 我自己都錄過一個一首全首歌 但是好像對唱會好些 未來的日子我都希望 如果有機會 我多些不同的人 你也可以 他也可以 我可以不同的人對唱 或者出來的感覺 我覺得特別是 特別像我現在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 這首歌 就是 唯有它慢慢過 日子就是這樣 你又沒辦法知道明天 你又不會留在昨天 我們就在今天 大家很開心心 一起